新冠肺炎冲击全球连带影响到观光产业 花莲届民宿协会为了协助花莲的业者渡过难关 开办第二梯次民宿产业提升优质服务 崭新培训人才计划课程 县长徐政卫前往现场为业者交打气 也期盼业者可以利用进修学习方式 累积能量面对大环境变迁 交通部为了协助观光相关产业 渡过肺炎的观光影响 制定协助重大疫情影响观光相关产业 转型培训计划要点 促进观光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花莲县民宿协会提出计划 开发民宿产业提升优质服务 转型人才培训计划 第二梯次课程 4号在福隆发展郭大办理 现在许中也前往现场为业者们交打气 而我们今天安排的课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 而让我们的无论是早餐 或者是下午茶或乃至于咖啡 这个部分是使作 我们还可以精进我们自己的 这个民宿的一个量 第二个是还有很多的多元的课程 在民宿里面 其实它的运作会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因为家族旅游或者是个性化的旅游 乃至于深入的我们的这个走独 或者是我们的部落农村体验的旅游 都是比较小众 然而这个对我们民宿就有很大的 很大的这个操作的空间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 并且开成两个班 个别在两个地方上课 超过30位的讲师授课 课程内容包括顾客关系 危机处理 营营行销 餐饮食物 导览健带 以及三天两夜 跨现实观摩交流等丰富的课程 每位学员上课 另外获得补助 期盼民宿业者能够借此机会 当作进修 相互交流 彼此学习 在一起冲击 景气寒冬季节里 为未来更充足的准备来应变 知了请不吝点赞 订阅